大家好 我是巧娘 现在天刚亮 朋友们一直留言说 让我出来走一走 想想有20多天没有出门走一走了 今天再两晚出来散散步 真的这次被吓到了 都不敢出门了 好珍惜 这美丽的早晨 空气非常新鲜 看两晚出来好开心哦 一直在啄草 草里边不知道有什么 他一直想飞出去 听见鸟叫声就往树上飞 可是现在他还是两只脚不什么很结实 听 一听到鸟叫就抬起头来看 最近这段时间都没带他出来 今天出来他很开心 一直在树上 两晚 我们回家了 明天再来 今天用400克中筋面粉 加上5克盐增加盐斩性 今天要用烫面的 热水要70度以上 一点一点的加水 这个不可以像凉水一样 加太多你搅拌非常困难 就这样一点一点的加 这样烫出来的面比较均匀 我没有用筷子 因为烫面跟凉水面搅拌不一样 或者是擀面杖搅拌起来比较有力 烫面因为没有酵母 小面时间不限制 可以尝一点 我的韭菜早就好割了 都一个多月了 因为一直下雨 我又没有在家 所以今天一下子割完 可以长很多大桃 这是我自己烧的凉甲肥 每次割完的韭菜一定有发在上面 韭菜特别喜欢凉甲肥 就是烤木灰 蛋壳 蛤蜊皮 我一直说这个影片要剪出来上传给大家 你看这是我去年烧的 种种的大口 因为烧的非常细致 韭菜特别喜欢凉甲肥 对蛋肥的要求不高 烤木灰有帮助韭菜的伤口消毒的多元 所以韭菜割完打上桃木灰 对韭菜的生长是很大的帮助 这些天一直下雨 长得也很快 这小花盆子还有我忘记 即使韭菜很好种 有一个小盆子就可以种 蛋壳敲碎有帮助松脱的作用 先把韭菜清洗干净 控干水分 现在我来炒虾皮 如果你有庸花虾也是这样炒 这样炒个两三分钟 虾皮就变黄非常香 吃一个脆脆的很香 今天不用包肉的 所以我要加三块鸡蛋 在我家乡这样做就算素的 我们的素就是没有肉都算素的 来到台湾才知道 韭菜不算素 现在我加的是五香粉 这个时候加五香粉 在油的炒制下 五香粉会特别香 再加一小匙盐 因为虾皮里面已经有盐分 不能加盐太多 根据自己家的口味而定 现在面团醒了一个多小时了 你看 烫面和凉水面就是不一样 烫面基本上是半熟的 所以很好揉 醒两个小时以上也没关系 也可以放在冰箱里醒面 现在拿到面板上来揉 如果你当天不用 就这样揉好 用袋子装起来 放冰箱里第二天再用也可以 揉好了 盖上盖子醒面 现在我们来切韭菜 煲煎饺 韭菜不用太细 自己种的韭菜非常香 这是小韭菜 我们在市场上买的都是大韭菜 很大颗 味道没有小韭菜香 把韭菜放到盆里 这个时候 锅里炒的鸡蛋已经完全凉透 还温热就不能加在一起 因为韭菜的味道会被破坏 现在我加的是胡麻油 最后才能把韭菜的香味 鸡蛋的香味锁住 好了 现在我们就开始包 这个饧面时间也不限制 饧的久一点 更好包 你看都很柔软 烫面比较好操作 但要饧发时间够 好处就是没有发酵的时间限制 我现在把两块面团都搓成一样粗细 切成大小相等的面剂子 多撒上一点面布 防止粘连 稍微揉搓一下 每一个都按扁 这样擀的时候就比较方便 烫面也很怕风干 所以都要用布盖上 这个皮就比平常擀饺子皮要薄一点 因为是烫面的 擀的薄一点也不会破 你看就这样 如果是浓水面 擀从这个程度就破掉了 烫面的就这样很薄也不会破掉 好了现在我们就开始包 没有肉的馅 大尖角锅贴是这样包 跟我教大家包饺子不一样 因为在锅里要站着 所以包的要立体 这样在锅里才能立起来 我再包一个给大家看 就这样两边对着 就是一个弯弯的月牙形状 包一个圆的像包包子一样 放在锅的中间 这个包法都很简单 比我以前教你包饺子 那个方法还简单 好了这个是放中间的 我现在用这个锅 品牌是鹅妈妈锅 在中有百货买的 这个锅已经十多年了 非常好用 我平常只用它来煎水煎包 煎锅贴类 我这样交叉着摆 保重不会粘粘 每一个的肚皮不会碰到一起 这个马上就可以开火 因为没有酵母的原因 韭菜很好熟 所以加水不用多 不到二分之一就可以 盖上锅盖 现在是已经四分钟了 水明显的减少了 现在六分钟了 我打开锅盖给大家看 在边边上淋上油 盖上锅盖两分钟 已经熟了 这样听一听就知道已经好了 用这个锅 我从来没有活过 每次都是非常漂亮 黄黄黄的 真的非常好吃 你看这个外皮 它的雪花霜 行我吃起来脆脆的 我反过来给大家看 这样的包法熟了也不变形 这样的锅贴水饺 跟肉的价格是一样 但很多人吃 因为真的很健康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咯